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许多人与家中毛小孩感情亲密,形同家人,不过研究显示,当面对毛小孩重病,临终时,四主可能发生忧郁、焦虑等症状,医师提醒四主应做好心理建设与准备,适时喘息,以免情绪压力过大。 综合媒体报道,美国鄂亥州肯特州立大学研究团队针对600名四主进行研究,发现饲养重病,临终毛小孩的四主,处于高压状态,生活品质不佳,容易出现忧郁或焦虑的症状,并将失望情绪转为愤怒来发泄。 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叶雅兴表示,生活品质变低,陷入忧郁是照顾者常面临的问题,她提醒照顾者要先调整心态,接受空闲,时间要用于照顾的事实,以免因生活品质下降产生压力。 此外,也要建立良好的照顾环境,兼缓照顾工作的沉闷和怨气。 卫福部桃园疗养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陈直彩则表示,毛小孩的寿命一般比人类短,四主经历毛小孩久病,临终的过程容易出现忧郁心理,在孩童身上也可能发生,这时家长应协助孩童一同度过伤心的时刻。